在紧急状况下,当事人的真实情形未必显而易见。 紧急救援人员往往是第一个出现在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或企图自杀人士面前的人。 他们对往后的发展扮演着关键角色。 寻求帮助的人们需要的是支持、同情及友善。 请认真对待这些情况,鼓励有困难的人说出自己的烦恼, 成为他们的桥梁,跟进并关怀他们的情况。 紧急救援人员也应该互相关心,因为他们也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字片语足以改变一切。